今天有一宗不幸事件 這宗不幸事件我在想要報不報 不過因為我昨天抽塔羅牌 抽到一張可能跟這宗新聞有少許關係 我也在做一個公時性的測試、實驗 在一個水杯國王倒轉 當時不懂解釋,現在就懂解釋 在說一個很傷心的男人 就是有一宗這樣的事件 石鷗有人與暱閉名 金午12時52分 一名姓張男子與來自深圳的 57歲姨妹 55歲三嫡 連同姨妹的兩名女兒 27和29歲 及另一名29歲內地女子 28歲來地女子 一行六人到港島 石澳交遊 石澳 石澳的味道我都忘了 並到大頭舟欣賞風景 期間,二妹走到崖邊拍照打卡 巨尿落極心碑 被一個巨浪捲落海底 將及三帝 將及三帝見撞 隨即落海拯救 現在說是被一個浪捲走 但有新聞說他們不知道是窄的紫菜 由於現場海浪可大 二妹三帝 同租巨浪捲離岸邊 懷疑雨滴於海中 再浮再沉 大浮大沉 其他遊客的健壯代為報岸 將而因力 體力較好未被大浪捲走 且自行爬上岸等候救援 救援船隻接報後 廣往年長 政府飛行服務隊 直升機也到場協助 救援船把二妹及三帝救起 但二人已經昏迷不省人事 二妹駕頭更有數到被 癌聲 刮傷的血痕 就離開了 兩個弟妹 救援船把二人送往柴灣 小西灣 南灣半島對開的公眾碼頭 再由救護車 急送 東區醫院 當時他們 沒有任何反應 送染時 自動森外壓機 不停為 其急救 可惜二人 經搶救後 終告反雲法術 其後 張亦由救護車 送院 治理 二妹的女兒 等親友 紛紛講至醫院了解情況 據悉 張布駐彩虹村 其實是樂極心悲 事發下一大交遊熱點 內地社交網也有旅遊推介 有人暫在岩石上打卡 不過當局 崖邊 貼有警示牌 提醒遊客上上指危險 請不走近崖邊 有深圳旅遊客清雅現場 確實沒有很多欄杆 可以加車為難 有救生員表示 大頭洲附近 水流狠急 加上地面濕滑 容易發生意外 他又指出事後 第一要求救和報案 可將省慈拋落 捱救人 千萬不要直接下去救人 就算學過請力 亦要人幫手 以保障個人安全 此外市民一旦意外落水 也要保持鎮定 保護好頭部 避免撞到岩石 等待浪少才嘗試遊回岸邊 即是中年 男人就沒事 但他兩個弟妹就出事了 即是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這些郊遊地方 我以前也去過不少 疼我好像有點印象 但我真的不記得 這樣就 真的會站在石頭上打卡 你去到就看到石頭 但又不會 那麼近岸邊 即是遠離岸邊 遠離那個海 因為真的 那些浪勁起上來 真的會被蓋走 但時事的 浪又不是經常很勁的 浪勁你就可以過去打 但也要自己小心 沒有安全 但據說他們好像說 蚊蚊蚊蚊蚊蚊 蚊蚊蚊蚊 出事 還說紛云 每篇報道都有些不同 一宗叫做樂極心悲的案件 叫做 令我回想起 在香港 周圍郊遊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驚險情況 都有些 好笑 不是多 我記得有一次 我到現在都記得 因為是獅子山 那條路很窄 窄到我都覺得好像會跌下去那種感覺 有時候都會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那 跟著 你說很驚險那些就沒有了 因為難走就有的 那些山路呢 有時候 線腳 都會有的 但都不會說 一下子跌下去 然後就沒有了 那些路 那些路我們通常就不走 很難的了 就是反而就是 所以很驚險就未必有 但是一兩次你會覺得 有些牙煙的那些位置 都會見過 還有泰國牙煙的那些都不會嘗試去 去走 基本上 有一次就好像不知道去了 忘記了一個離島 找到一條路 好像上去 但是要爬 然後在想 我們普通行下山路 為什麼要爬呢 爬就覺得 不太對勞 因為爬 說的是 七八十度 這樣爬上去 我記得 好像又要 拿著一些樹枝 好像很危險 然後就 因為它下面就是海來的 那 已經站的那個位已經覺得很驚驚的了 站的那些石 又是那些岩石位來的 已經有點驚驚的了 已經不是很像一條路來的了 就是走的那條路已經不像一條路 然後上面還有一條路 好像可以爬得上去 然後我後來都覺得 別搞了 取消了 安全起見 掉頭爪就算了 有時候就是 就是這些就自己衡量 有時候不要硬勵 不要拯強 不要走去 怎樣說好呢 如果你探險開 可能你不怕 但是如果你說 我自己普通交友而已 那你就用邏輯想想 你應該走一些可以雙腳 很安全地走的路 那我有朋友試過走 都試過走一些 即不是他那些交友勁的那些來的 有時候是 你會走出他的岩石那裏 那裏呢 有些浪 蓋過來 令到那些水 即是水 即是石那裏呢 那我有個朋友都試過線親 他不是線親 那不是什麼大件事 那這些都要自己小心 那其實重點呢 其實我想說呢 就是昨晚我去抽塔羅牌 那跟大家一起去往往分析一下 那我昨天 就每個星期 我現在都 試一試玩一個 叫做塔羅牌的實驗 那因為我塔羅牌 放了很多年了 那但是自己沒有 好 醉心去研究 那其實都可以 值得去研究一下 玩就說 常常偶爾玩的 但是沒有說 真的對對 那些事 對不對 有時候又沒有什麼事可以問 那問新聞 問大使 問大使 我覺得比較有趣一點 那這個就是一至日的 香港的大使 就是抽的牌來的 那第一張呢 咦我又覺得已經應棍了 第一張 那上個星期那些牌都有點認定的了 上個星期呢 包括是 隱視中了 就是 段崇智那一宗 還有一張皇后倒轉的 就是說有一個女士 或者 有一個女士會走 就是說那一宗車禍 還有他女兒也走了 那今天呢 咦 那有一個叫做 水杯國王 那可以解架這張牌的 如果這張牌 真的講這一宗新聞的話 想不到 真的有一張這樣的東西 那我昨晚抽到就 覺得這宗新聞就不是大的 抽到這張牌之後 那這宗新聞又不是真的不是大的 你說有兩個人走了 他們落極心悲 那不會影響社會 社會也不會說有很大的討論 所以是一張小牌 他也說不是一件很大的事 但是那個牌照也說了整個意境 他看到牌裡面是有一個墳場 就是說有人在這宗新聞裡面 那國王 就是有一個男人 你看到圖上面的男人是眾生存的 是一個老人家 就是說一個老人家是可以存活的 那他下面有一個水杯 倒掉了水 水杯有兩個意思 可能解禦力 就是浸傷了 第二就是 不開心 一宗傷心的新聞 這樣 倒掉了水 那就是 不開心 就是這樣 那個景象都滑了出來 基本上 那我就覺得 他又沒有 就是有時候在理解 塔羅牌就不需要那麼複雜 你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很儘管 有兩種解法 一種就是你儘管看上去張牌 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一種就是要 要分析很多符號的 那這張牌 我有時候都隔不中抽到的 其實都 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這次在解牌上面 是會真的有一個憤腸的 就是代表有人死的意思 我也沒有留意 如果用原來看新聞來講 如果你說拿塔羅牌解新聞 其實要留意這個背後的符號 他背後也都是一個山景來的 就是代表一個 戶外的地方 其實這張牌也很帥 真的很帥 好了 接下來的牌是什麼呢 就是禮拜二來的 禮拜二是拳杖八 那我意境不錯 有隻鷹 在高空那裡盤算 那下面是那些秘魯的那些 那些地紋來的 那些地紋 那些圖騰來的 那些外星人的圖騰來的 就是代表可以看到一個很軟的景色 就是很歡樂的景色 你看到那些公仔很漂亮 那很開揚 很有動力的 拳杖八 數字都有關係的 那 因為這是一個實驗來的 那些牌是未必對的 那些牌是 未必是有事發生或者是沒有事 就是 對不回的 那我純粹呢 今天 咦 看看會不會中 咦 又真的挺中的 純粹是一種這樣的感覺 因為始終我是本人抽的 那我的零力又不是很強 那所以有時候都不中的 那些事件有機會不中的 看看是否中的 一至日 那現在就開始留意多一些 這些牌象 那禮拜三呢 就是錢幣三倒轉 應該說一些經濟的東西 就不太好 那接著也是 錢幣十倒轉 又是經濟不是那麼好 或者是說一個女性 途中裏面有一個女人 那 錢幣三倒轉 是說一些市民 你感覺到是 就是有些人在 也說一些樓 好像樓價 那樣的感覺 那錢幣十呢 就反轉 好像說一個人 那樣的 說一個女人 那樣的 不見錢 可能是 被人偷錢 主女那些 那些東西 那拳杖三倒轉 這個是 星期一 星期一 二三 四 星期四 那可能有些紛爭 那有時因為我自己買了回來 一副塔羅牌 我自己都不會解 有時 有時就是 那好吧 那用時事去解 那看一下 牌象 可能很直接 可能有些紛爭 有人打架 這樣 接著就是 星期五 拳杖十 有苦惱 有煩惱 有一個煩惱問題 在香港出現了 還是一些紛爭 來的 拳杖亦都 代表火 代表鬥爭 最後 星期六 錢幣 皇后倒轉 說一個女人 不見錢 不知是代表 什麼新聞 儘管看看 重不重 純粹是 多個環節 說一下塔羅牌 說了那麼多 我對你收看